法国总统马克宏先前在榜中后对媒体表示 要避免因台湾和中国起冲突 欧洲不该为美国附庸 欧洲要避免因台湾被卷入美中冲突 强调欧洲要战略自主 马克宏自认为代表欧洲与美国保持距离 但同时又对中国顺从迎合的言论 引起国际舆论哗然 总统蔡英文进来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美国会晤时 共军便进行环台军演 造成地区不稳 马克宏争议发言被各界抨击时积极为不妥 德国最大反对党基民党负责外交的议员洛特根表示 美国支持乌克兰保卫欧洲的同时 法国总统却要求与美国划清界限 与中国走近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 马克宏的中国之旅是成功的宣传 对欧洲来说却是外交灾难 法新社报道马克宏目前在荷兰进行国事访问 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 法国在台湾问题方面支持维持现状 并且寻求和平解决问题 财经网美 吴采平今日在脸书本砖发文写道 德国真的转向了 现在德国经济部进一步宣布 要审查中资远洋集团入股汉堡港的案子 这个案子是现任总理肖兹硬要签的 胡采平说肖兹去年10月硬要去北京恭贺席黄登基 原旧乌克兰又很缓慢 被人发明了新词Solten来嘲笑 结果刚刚引发全球骂声的马克宏 也被发明了新词Mekronin 表示被鼓卖有求容的意思 除此之外胡采平也在文中写下 哦对了 马卡龙改口了 他说他要求中国降低在台海的军事行动 其实Mekronin和Solten 两者分别取自法国总统马克宏 德国总理肖兹的姓氏 捧刺两人说的多做的少